二十五 风顺之道 莫放肆而疏忽之 艰难之徒 当振作而谨慎之 面顺而失之胜 灾壁致焉 迎难行而奋取 福田尤然 我们任何一个人 处在一帆风顺 幸福的道路上的时候 千万不要放肆和疏忽 而应该自己非常小心翼翼 谦虚谨慎的生活 因为一个人的境遇 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 凡是人皆属无常性变化 任何人都是如此 这是不变的定理 因此 只有谦虚谨慎 才能应付随时可能发生的不测 在艰难困苦的时候 则应该提起精神 振作意志 沉着地去处理问题 顽强地去争取 如果说 面临顺境 便失掉谨慎 那么 终归灾难会落到你的身上 遇到了艰难困苦 如果 我们去奋斗 去争取 终归会战胜艰难困苦 最后 会得来成功 会争取到幸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